今天东北季风呢其实稍微比较减弱了 所以各地呢是时晴时阴 偶尔还是会飘雨 哪些地方容易飘雨呢 我们带大家看到四张定浪降雨分布图 其实主要是在大台北山 而且还有像是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这些地方呢 主要就偶尔还是会飘一些些 但雨势都不会太大 其他地方呢中部以南呢 都是看得到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只不过新竹以南留意的是 辐射冷却影响之下呢 清晨跟入夜这个时机点 感受会比较冷一些 早晚呢温差达到10度之多 所以早出晚关要注意衣物增添 明天开始呢 水气会一天比一天的开始递减 只有呢在山区的部分好靠近山区的平地 以及呢包括呢北北极 东北早一旦呢容易出现不定时飘雨 但雨都不会太大 礼拜五过后水气会大幅度的减少 到周休假期呢高温开始慢慢回升 各地有机会看得到阳光露脸稳定好天气 高温来到26到28度 早晚还是比较凉快一些 明天的天气状况 我们来看看 明天北台湾跟今天差不多 清晨的时候感受比较凉快一些 高温回升到23 24度 而至于中台湾流域辐射冷却影响 入夜跟清晨容易感受比较冷一些 南台湾的高屏早晚日夜温差来到10度 要注意咯 而至于东台湾在宜兰这一降雨 只有70% 外岛地区高温则是落在16到21度 明天开始主要还是要提醒大台北山区 去京东北海岸还有宜兰一带 容易飘雨最好带雨伞 咯 也许多了